这如童话般英雄 因为基因问题 婉婷成了名副其实的双性 再加上女性器官严重受损 她不得不接受自己变成一个男人 突如其来的辩护和重大打击 让婉婷痛不欲生 她不知该如何面对心爱的逃生 只能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让婉婷痛不欲生 她拼命哀求闺蜜 不要将这件事说出去 我变了一个人 我妈妈跟我的最好的朋友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都会在这里等你 其实只要能够远远地看见她 就很开心 性别的改变 让婉婷无比自卑 她不敢和唐生相认 可谁知这天 男孩竟将她堵在了教室 婉婷也忍不住失神痛哭 如何可以选择 她也不想被迫从女人变成男人 而性别的改变 无疑让她和唐生再也没有可能 谁知这天唐生竟将她堵在了教室 你到底是谁 总有个名字吧 我叫刘婷 所以 你是认真喜欢西珍吗 如果不是的话 请你不要伤害我的朋友 你喜欢的是你 唐生 你在说什么 你是前奏是不是 是 当记忆和现实重叠的一刹那 唐生彻底慌了身 他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消失不见的女友 再次出现是竟然变成了男人 荒唐的变化让他不敢也不想接受 转身从教室逃离 纠结在三号 唐生还是决定找到婉婷了解当年真相 怎么会 变成男生了呢 一定很奇怪吧 那个时候 我自己都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就算那个时候 你告诉我 我还是帮不了你 很辛苦吧 一句辛苦 让婉婷的自卑与担忧全都烟消云散 她终于确定 旁生依旧爱着自己 而男孩的理解与支持 也让她彻底鼓起勇气追求真爱 这天之后 两人又回到了多年前的样子 每天粘在一起形影不离 只可惜人言可畏 很快 关于两人的闲言 岁月开始大肆流传 就